大家好,我是美玲,欢迎收看第一时间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即将退任,告别她的10年总理生涯 3月5日,李克强在人大会议开幕式上,做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 被外界认为是她的政治告别授 但记者发现这场政坛告别意识只花了短短的一个小时 李克强愈气稳重,没有留闹特别情绪 曾被寄于改革厚望的李克强拿退,一个时代暗言结束 而即将接任的李强,张淑玲,习家军入主国务院 中国政坛将全围集派,台门中央社的报道指出 李克强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弱势的总理 原本应该主掌中国经济 但中国总书记习近平上任10年以来 以往的集体领导变成一人集权 外界早已不讲习理体制,而称习核心 李克强的角色因此尴尬,因为经济决策并非他说了事 习透过两个小组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中央全面三法改革委员会 将传统上被认为是总理的经济大权兑去 令国务院成为根根是一个听令办事的附属机构 在强人政治之下,李克强难以实践中国经济转型,还是未进之业 李克强担任总理的10年就这么过去啦 没有政治改革,中国就会集权,个人崇拜,走上开倒车的老徒 在经济方面,李克强经济何难以实践 没有改革的时代,或者是他的时期的注解 而李克强的适任后,外界看好有习近平心腹李强接棒 现年63岁的李强来自浙江 政治生涯一直受到习近平提拔 去年10月中共二十大,李强当选政治局常委 排名仅次习近平,似乎宣告习近平和他的心腹李强将以习理体制 展开第三任期,中国欧盟商会主席吴德克在评价李强时说 他很聪明他是一个优秀的经营者 但他肯定是因为他的忠誠才得到这份工作 当主席让他跳,他就回答跳几高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吴德克一直在中国做生意 多年来一直与共产党高层打交道 中国这届全国人大会议预计有8日半议程 重头戏包括10号选举国家主席 11号宣布国务院人选,都让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BBC的报道称,根据胡远研究院的最新统计 今年的代表委员中有81位,个人财富超过10亿美元 包括41位人大代表和40位政协委员 他们分别占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总人数的1.4%和1.8% 报道说,中国改革开放只有40多年 当今很多互约的企业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都体会过市场经济路线的摇摆,甚至倒退 时至今日民企老板们的安全感依然很差,而顶着一个政治投降 坐入人民大会堂似乎能增添一份安全感 即便是作为具有橡皮图章意味的人大代表 或者是作用近虚的政协委员 今年换届后在企业家群体中,哪个离音,哪个流音,哪个新任 或者能够折射不同寻常的经济信号 其中比较零人终目的是多位网阵网络巨头的集体力场 比如腾讯的马法腾,网易的丁女,百度的李彥雲,京东的刘强东 值得一提的是,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从未参加过全国两会 他的最高政治投降,指报于浙江山人大代表 BBC注意到落选的还有,文大地产的徐家印 早在2008年,收为共产党员的徐家印就当选全国政协委员 并连任三届,2012年的两会 徐家印为了不迟到,少跑着进入会场 腰间的爱马仕皮带,被记者的镜头捕捉 颇为中国网友,准准落到,2013年春天 徐家印改用一条国产的七匹罗腰带 一年他再进一步,就任全国政协常委,成为少有到达这个陈级的企业家 此后他参政以政更为积极,关注足头改革和扶贫 善于切中当时的政治热点,2022年徐家印没有参加两会 他请教理由是公司在全力化解经营危机 2023年春天,恒大危机依然未解 徐家印告别15年的两会生涯 与他一同退场的叶不伐地产大佬 比如世贸的许荣贸、银泰的沈国军、富力的张力等 与网制网络、房地产这些大佬频出的行业不同 教培贺业的知名企业家较少,能进入两会就更少了 新东方创始人,袁敏雄几乎唯一位 但今次两会袁敏雄落选了? 两会前夕袁敏雄评价以播电视剧黄彪称 这部片我不太喜欢,因为中间的民营企业家没有一个好人 那肯定不符合事实 中共两会登场之際,中国大陆移仗频传 3月3日凌晨2点23分左右 安徽、博州多地市民听到几声巨响 有当地居民表示仲以为是打雷 也有人认为是地震或飞机的音爆 当地官方回应 并未監测到天气异常化自然灾害 巨响原因不明,有网友猜测 那在中共两会前夕的敏感时期出现的不明巨响 那就是古代所说的天古明现象 天古明被认为是那朝换代的先兆 据史料记载 当局更紧急召用了大批康桥园 日身可达数百元人民币 网友评论中共开两会制造红色恐怖 防老百姓与防敌人一样,真是草木戒兵 途经天安门广场的游客描述了他们的经历史话 什么两会应该叫议会真是够义啊? 安检差点就脱了你的褲了 另有推特网友贴出句称是人民带会堂女服务员的影片 称他们都是成了现代工女啦 今年两会上如不出意外,习近平大概率将年任国家主席 习近平1月19日在江苏省人大会议上 以全票当选中共全国人大代表 习近平为何在江苏当选人大代表 引起了日本媒体的注意 日本经济罕物宝石周刊网发表文章称 习近平国家主席今年在江苏参选,满票当选 然而江苏省和习近平的组织和任职地方没有任何关系 习近平上一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就是在内蒙古 习近平得以当选的选区不断变幻到底是什么意思? 保舍周刊的记者没有在中共官媒找到这个问题的确实答案 但是在寻找过程中,却发现了一个有关全国人大代表选举 和人大会议的更大议器 那就是按照至今理论上依然有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国多年来的所谓的人民代表选举 包括令习近平得以当选的选举都是无效的 原因是中共宪法第六十条明文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期间满的两个月前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必须完成下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保舍报道说这样看来 中共历年的人民代表选举都是无效的 换句话说就是历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都是违宪的 而习近平的人大代表资格都是违宪的 中国经济四面楚歌 打工者找工难 人称刁本首的中共前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石俊由出谋策划 呼吁解除对夜总会经济的限制 引发嘲讽后删除文章 在就业艰难的当下 3月2日晚 胡石俊接连在微博和微信中发帖 呼吁放手发展夜总会经济 趁其可以拉动就业 促进再分配 胡石俊在这篇评论贴子里还认为 过去几年夜间经济之所以不好 就是因为夜总会没有发展起来 夜总会经济本来是夜间经济的重要动力 相关言论纳黑人发争议 质疑和嘲讽声一片 老胡肯定怀念管制服务 这个人是一下都不办了吗? 知名大V和自媒体 也猛激胡石俊胡说八道 也有人自媒体质疑 其数据没有根据 经济的东西要说数据 胡石俊又是从哪里得到这些数据呢? 难道是看经济学的文章 还是亲自去聊天过夜总会? 胡石俊经常去夜总会 才得出这样的结论吗? 好了,今天的第一时间又要跟你说再见 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 请你订阅点赞留言 并转发这个频道 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点赞 订阅点赞 请不吝点赞